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Chrome CED 三维实地造型设计的课程教学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一下课程的背景 表解了一下课程的基本安排 从今天开始 我们来进行相应的课程的教学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第一章第一节 CED概述 提到CED这个词 很多同学应该并不陌生 有的人也已经学习了 Auto CED软件 一提CED呢 觉得就是计算机绘图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理解呢 是基本正确的 那么我们的CED呢 就是概念的更为的宽广 那这里的C呢 就是Computer A呢就是Edit D呢是Design 那么我们认为的D呢 可能是Drolling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词 那么这里的CED 它的完全的名字应该是 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 那么我们使用计算机 不仅仅可以画二维的工程图 还可以使用计算机 进行三维的实体设计 甚至还可以使用计算机进行 分析 仿真 装配 等等 那么CED的发展的历程呢 我们在这里简单 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说50年代 当我们的第一台计算机 诞生以后 那么对应的计算机的 汇图系统呢 也被研发出来 那么当时呢 我们有一个叫电子汇图机 简称是EDA 那么在这个 这个电子汇图机 诞生以后呢 它还不完全的算是CED的软件 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CED的系统呢 才真正的诞生了 那时候的 我们的CED呢 可能更多的 抑制的是 Compute ID的 Draining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主要的CED的内容 是二维的绘图 到了70年代 我们开始进入 这种软件 技术的这样的一个 商品化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曲面CED 已经开始 在市场上 多不得到应用 那么到了80年代 是CED的高速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的CED又进行了 一个更新 从曲面 又来到了实体造型 那么实体造型呢 就可以将零件的 更多的属性 赋予在我们的三个模型上面 包括我们迎来了 我们的新的算法 参数化 基于特征 基于全约束 全齿齿约束 这样的一些核心算法呢 进一步又提升了 我们在实体造型上的 一些速度和效率 在90年代以后 那么我们进入了 CED的这个 全面普及阶段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 21世纪CED的 发展的趋势呢 在这里我用四个词 来总结一下 那么具体的含义呢 我们在课程的后期 会给大家呢 一一的讲解 集成化 云写索 标准化和定制化 在这里呢 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 二维CED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在60年代 已经出现了这种 计算机辅助 绘图 这样的一个 转件的一个诞生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图纸呢 是我们 机械制造领域里边 经常会用到的 这样的一些图纸 那么这是一个端改 零件图 那么这个零件图呢 是给我们加工制造 以及检验的人员 使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或这样的一些媒介 那么我们 从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 里面有图形 有尺寸 有相关的技术要求 还有我们的标题栏 等等的 所有和这个 这个零件加工 相关的一些信息呢 都会体现在这个图纸里面 那么我们的计算机 CED 就是将这些免线 原包括文本 等等的信息呢 把它通过这个数学的模型 通过一定的这个 一些表达方式算法 那么在软件里面 体现出来 最后呈现出 和我们实际的 这样的一些图纸呢 一样的这样的效果 那就是我们二维CED 所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三维的CED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三维CED 那么在二维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又增加了 更加的直观 立体 那么在装配的时候呢 我们 它的装配的关系 更加的清晰 同样 在设计阶段 那么我们 传统的设计呢 它是 在通过二维设计 然后制作模型 通过物理样机的一些尝试 再去改进图纸 反复的调试 最后把我们的 产品设计出来 但是有了我们的三维 三维CED软件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 先进行我们的三维设计 然后呢 通过虚拟的模型的装配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 做出运动仿真 可以在制造物理模型之前 就可以通过数字模型呢 检查里面的一些 运动干涉呀 配合关系呀 等等 这些问题 在数字模型里面 可以找得到 那么我们通过优化以后 就可以 做出我们的生产工程图 最后投入我们的 这个实际的 物理样机的一个生产 这样的话呢 会 极大的提升我们的 物理样机的 这种减确度 或者说减少我们的 反复实验的一个 这样一个周期和实验的一个次数 那么提供我们的生产效率 现在的ZED软件呢 基本上都可以实现 我们给大家列的 十个方面的内容 包括零件的设计 装配工程图 或者板形 模具 动画仿真 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在这里呢 也简单的给大家呢 讲解一下 我们ZED软件的一些 应用的一些典型的远近 现在首先给大家列出来的是 国外的一些典型软件 在这里有我们 美国欧特克公司的 AutoCD 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大家一起CD呢 可能更多的人的认为是 AutoCD 那么因为AutoCD 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呢 是非常大的 那么大家一提CD 就觉得啊 这是我们AutoCD 二维功能图的 它的DWG这样的一个文件呢 在我们这种 国际上来讲的话 基本上算是一个 通用的 算是通用的二维的一种 文件格式了 再一个就是我们 Katea Katea 但是法国打索的Katea呢 它更注重的是 实验造型 在航空汽车领域 应用非常广泛的 第三个给大家说的就是UG UG这个软件呢 是美国 EDS公司才发出来 现在呢 被 西门子收购 那么我们 称之为叫西门子的 邮寄 那么 第四个软件呢 是我们的美国PTC 那么它是 基于特征 参数化建模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代表 那么 之前的软件呢 我们叫Pray 现在呢 改名叫Kreer 第五个呢 是美国 反国的 达索的Soliwork 那这个软件呢 现在在 我们国内 中小型企业里面 用的呢 也是比较 多的 嗯 它的 这个学习起来呢 还是比较 简单 啊 应用的 这个 范围呢 也比较 广 啊 这个呢 是犀牛 那么犀牛呢 它的 这个 优点呢 是主要还是 在这种 复杂的 单地的 Nobos 局面 那么 在我们的 工业设计 领域里面啊 应用的 非常的广泛 最后一个呢 我们是 美国的 Fentery 那么它这个 软件呢 是在 Beam方面 包括在 这个道路啊 铁路 桥梁等等 这种 这种工程上 用的 包括现在 很多的 数据工厂 很多的 领域呢 也会 在 使用 这个 这个 Internet 软件 这是 国外的 一个情况 那么 国内的 ZD软件呢 应该 我为大家 现在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 自家 五种 那么 首先是 Casa Casa是 北京数码大方的 一款 比较典型的 软件 其中 电子出版的 争想 应该是 我认为 是比较大的 在我们国内 前期 在出版的 这个 活动当中呢 这个 Casa电子出版 占据了 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 客户量 那么它 除了电子出版以外 还有 制造工程师 实体设计 等等 一些 软件 也是在 各个领域 用的 非常的广泛 第二个呢 是我们 中望CED 中望CED 中望3D呢 它呢 都是中望 中程 这个股市有限公司呢 出版的 我们在2021年 3月份 实现了 首家的CED 公司的一个上市 那么 现在的发展的 这个趋势 也是 逐段的 扩大 那么影响力呢 是 促进了 走向了国际 第三个呢 是我们 苏州 耗尘软件的 耗尘CED 那么它呢 比较出名的 就是CED的 Tentware 现在呢 耗尘CED 也在 重点的布局 国内的 3D的 这个市场 那么第四个 就是我们 华天 华天是 华天软件 华天软件呢 它拥有 国产的 这个 独立核心的 三维的软件 是Innovation 这个软件 在21年4月 也发布了 10.0的版本 应该说 这个软件的 一直也是 更新的 比较频繁 那么现在呢 我们 华天的 自公司 华云三维 现在呢 推出了 国内的 第一款 完全自主 基于云架构的 这 CORNCED 也是我们 这门客 这门客 重点讲的 这个软件 基于云架构的 云CED 什么是云CED呢 在这里 我们首先 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 什么是云 云这个词呢 在我们 现在生活当中呢 经常会 听得到 什么是云呢 我们叫云呢 叫云基础 就是指在 广域网 或者在局域网内 将我们的硬件 软件 通过网络 这些 这一系列的 这种通信的形式 把这些资源 统一起来 实现我们的 数据的一种 计算啊 存储 包括处理 共享的 这样一些技术 存在 云架构呢 是指我们 构建这个云 我们 云技术呢 我们所 需要的那些 组件和功能 是如何连接起来 以便呢 我们在这个 使这个云呢 去运行的 这样一个 在线的平台 那么 我们叫云架构 那么 基于云架构的 CED呢 那也就肯定是在 通过我们 网络 或者我们的 浏览器 或者我们的 用户的终端 手机 包括电脑 等等 这样一些终端 基于我们这样 一个云架构 这样的一个 使用的 一个CD软件 叫云CD软件 那么云CD软件 在上节课呢 也给大家 简单的提了 几款这样的产品 那么我们 这个 Chrome CD呢 它的一个 整个的 云 云构架呢 它的这个 形式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就是通过中端 我们的手机 平板 或者电脑 去通过网络 或者通过服务器 这个 通过我们的 浏览器这个 方式 去直接访问 我们服务器里边 存储的内容 包括 通过云计算的方式 来进行你的 这个造型 包括 你的几何运算 还有 等等的一些 CD的操作的 那个内容 我们的浏览器呢 防问 范围呢 市面上 比较广泛的 几种 浏览器呢 都可以用来使用 我们 这个 用4A 来 讲一下 我们 这个软件的 一个 使用的 一个方式 叫 一个是 Anytime 在任何时间 Anywhere 任何的地点 都可以 通过浏览器 打开我们 云端的数据 通过 云计算云服务呢 实现我们的 访问 我们任何的 终端 包括PC Web 还有移动端 都可以访问 多人的 协同 那么我们 还可以将 我们的 这个 云 CD 软件呢 付输来我们的 国产的 搜索系统上 而且它可以 大大的降低 对我们 电脑 行动的 一个要求 好了 今天的 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 讲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将 更详细的 讲解一下 Chrome CD的 一些相关的内容 欢迎大家 下次收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